本地威士忌品牌DMA以西米来命名 却遭到穆斯林社会口诛笔伐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伊德利斯·阿默 也认为这个酒名存有争议会让大众混淆 甚至可能助长喝酒的歪风 因此应该改名和换掉品牌的照片 对不同妇女组来说 执法当局则是应该让有关的酒品停止生产和销售 当局也应该彻查为何知识产权局批准有关酒名 另外行动党副秘书长宁可敏则质疑 人们模糊了焦点 近来获奖的国产威士忌品牌DMA 因为酒名饱受马来社会抨击 酒厂随后解释 产品是以马来亚英殖民的采息矿年代来命名 还是难以平息众怒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伊德利斯·阿默 也认同有关酒名着实不妥 甚至质疑背后动机 这名一党副主席尽早出席活动后表明 酒精饮料一律违反伊斯兰教律 酒厂应该规避争议性名字 事到如今 有关威士忌应该改名 有关威士忌应该改名 他末打算近期内与贸销部和其他政府部门商议这起事件 这场酒名风波也引起乌统妇女组的注意 并表态支持禁止有关酒厂继续生产和销售 妇女组主席拿督诺莱妮发文告表明 当局应该调查知识产权局为何会核准有关酒名的注册 并采取严厉行动 对于酒厂的解释 乌统妇女组也不买账 认为酒厂取名应该更顾及国人敏感 尤其人口最多的马来穆斯林 类似事件不应该发生在种族和平共处的国家 另一边乡 行动党副秘书长尼可敏则发推文 强调要实事求是 他说明国语中的Tima翻译字英语的Tin 也就是西米的意思 而穆斯林的名字Fatima 则是天主教移出圣地 尼可敏也在另一则推文 质疑人们错置焦点 他质问 我国社会存在大问题 譬如450公斤的海洛因 从我国流入澳洲 成了热门国际新闻 我国却在争议为事迹 诚信贪污和酒精之间 到底哪个课题更为重要 我国家 你不当地采访 我国家 我国家 要 我国家 我国家